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干脑维修工的留言 今天来到一个客户家 准备上楼给他修一个吸收盆 漏碎 客户刚才通过微信给我打替发楼一下 我来到设计情况看一下 来到一看是半年多前 好像是大约吧 半年多了吧 来过一次给他修过 还过教饭之类的 今天来到一看是混血法坏了 混血法是赶得合紧的 质量不是多很好的那种发闷 现在给他拆装 下边的管都没坏 这次混血法坏了 这个含的是新喝尽的配件 我在这里奉劝大家 吸收盆 吸采盆 还有咱家里的水龙头 所有的嚼饭 只要用 千万别用喝尽的 我建议大家 也是奉劝大家 喝尽的饭味不可用 只是你当时能用 时间差了 它不会超过几个月 它真会坏 很多 要么都断 都要强 那个死 死断了 要么都是漏水 要么都是力 要么都是出啥意 我奉劝大家 千万别用心喝尽 这种文件 是靠不住的 用圈通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这就是便宜的混合法 别管是三两四 不锈钢 介绍 还这么的 这些都不要用 只要用圈通都可以 光通的都可以 准备我下去上长行群了 这个混血法 完完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 我经过家差十岁 现在已经不漏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都给大家拍到这里 希望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